蕭雅庆主任 谢谢您 下面请大家提问 我们要转变国有资本的改革 运营体制 这里边主要是权力清单和资源清单 这两个清单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请确地划清我们监管的边界 使我们越位 错位和不到位的问题 得到有效的解决 使得我们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 由企业在市场中去竞争 发挥他们的活力 在这监管过程中 我们还要加强改革我们的监管方式 使得我们监管方式 更适合以管资本为主这样一个要求 同时我们在监管当中 对违规 对失责 我们要加强责任追究 确保国有资产保持增值 一蹴而就 一天两天能解决问题 可能有一个周期 一带一路为中央企业走出去 提供了很多新的机遇 这一带一路的走出去同时 我们也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 经济发展的机会 同时也打开了我们的大门 欢迎这些企业到中国来 和中央企业合作 和国业企业合作 来进入中国的市场 一带一路是汇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是汇集世界相关各国家的 谢谢习小总认 好 谢谢 下面有请下一位部长 谢谢观看